今年的全国校季运动会推出新的小组和联赛赛制 让参加团体项目的小学高年级组和中学低年级组的学生运动员 能够获得更多的比赛机会 一年一度的全国校季运动会今天在新加坡体育城华侨银行体育馆拉开帷幕 今年校季运动会在去年推出的分级和联赛赛制上做出了修改 推出新的小组和联赛赛制 以便让学生运动员们获得更多公平的比赛机会 在新赛制下 在校季运动会期间至少可以参加六场比赛 不同于以往传统赛制时期 很多队伍可能在第一阶段就会被淘汰 新赛制也将根据小组赛成绩决出可以晋级联赛的学校队伍 只有参加最高等级联赛的队伍才有资格争夺各个组别的冠军 谢谢大家